这边有个奇怪的画 这个画是有原因的 建村到要改建之前都会有这样的现象 就是会出现大量的盗贼 像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盗贼出没很严重 非常严重到必须要画一个巨型壁画来警告他 比如说我在门口放了一个氧气瓶 以前急救用的氧气瓶 因为他这个瓶针已经都脱漆都脱落了 我喷了漆上面喷了痣 特别喷了痣 结果还是被偷了 被盗 这是103年 103年9月19号被偷的报案 报案之后到现在没有破案 始终没有破案 这三菱丹在这边形同稀设 现在我们常常可以在这边 因为录影可以找到很多的贼骑着张车 那报警之后也查出来是张车 可是因为强盗街边走无章不定罪 管区的警员也不太愿意去管这事情 所以使得强盗街边走无章不定罪 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环境 这就是眷称的瘦国景城眷称的现况 什么文化巡守队都是形同型